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的同弟 我點想你永遠看不膩 各位 最近在傳說圈吵得沸沸揚揚 就是在傳說對決下半年度 究竟要跟哪一個動漫做聯動呢 那目前呢 應該是網上所有人猜測最多 以及有一些消息出來啊 可能就是我們的咒術迴戰 那皇帝我就在網路上 在滑抖音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影片 對 他把圖片做成影片 我給各位看一下 感覺應該是目前最可靠的消息啊 目前呢 預計跟咒術迴戰聯動的 就是這四隻 那左上角那一隻呢 目前台灣還沒出啊 所以應該是還沒有那麼快 會有他的聯動消息 那聽說呢 圖倫是跟五條物做聯動 皇帝我直接傻眼 大家應該都在猜這個洛里昂 才會跟五條物聯動 但是沒想到是我們的圖倫 但是以上這些聯動消息 基本上都是網路上大家的猜測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跟咒術的機率蠻高的 各位可以接著看一下這兩張圖 這個就是對應聯動啊 左上角那一隻對應虎杖 然後圖倫對應五條物 然後我們納克羅斯對應遺骨 然後我們的主卡對應這個熊貓 對 就是在咒術迴戰裡面那隻熊貓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我會說這兩張圖 是可能聯動機率最高的兩張圖呢 各位 等一下在影片中我會跟你們講啦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馬上開始囉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的聯動機率很高的話 就是上面這兩張圖 可能就是這樣子聯動的話 麻煩幫影片點個讚 也許官方看到我們的戰術很高 就真的讓他聯動了也說不定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馬上開始 Leggo 那這一局啊 皇帝我就來用我們的 遺骨優太 沒有錯 未來極高機率跟遺骨優太 聯動的這個角色 就是我們的納克羅斯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好不好 你們想知道嗎 想知道就繼續把影片看下去 那其實這個版本啊 我覺得納克應該不算T0的打野 我覺得算是一般般 出這個坦裝的納克啊 打人就不痛 抓不掉後排 出拳攻中的納克又容易被秒掉 你們也覺得這個版本的納克 處在很尷尬的階段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OK 那我們進入實戰解說 我們的陣容其實蠻鳥的 對 這一場不知道會不會贏 那我們玩納克羅斯啊 我跟你講剛從溫泉出來 一定要連續兩個一技能 這樣才會搶 才會帥 那這一場對面的陣容呢 說實在話真的很擊敗 對面的凱撒路是明示影啊 然後我們的凱撒路是這個麥克斯 基本上麥克斯是打不贏這個明示影的 光是手的長度就不一樣了嘛 反正呢 就是兩隊比起來 其實我們這一隊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再加上皇帝我頭上沒有芽芽 玩納克羅斯頭上沒芽芽 到底該怎麼玩 皇帝我已經很久沒有體驗到這種 單純玩納克羅斯的感覺 OK 那為什麼會說咒術回戰 可能會跟我們的這個納克羅斯 連動這個遺古猶太的造型呢 各位去試想一下次元突破 我們次元突破開大招的時候 我們後面是不是會跑出一台機器 各位有印象嗎 就是我們納克次元突破的時候 後面不是會跑出一台機器 然後把他開大招 把敵人擊飛嗎 我跟你講 如果他真的跟遺古猶太連動 他的背後肯定跑出禮箱 你們能夠理解嗎 那是不是超級帥的 你想想看這個納克羅斯開大的時候 後面跑出一個禮箱 幫他打的感覺 就很帥啊 我覺得就蠻適合的 而且說遺古猶太如果沒有連動的話 感覺就少一個味道 只是說如果他真的要連動的話 納克羅斯是兩把刀啦 然後遺古猶太是拿一把刀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配合還怎麼樣 不過應該沒差 因為連奇亞都可以拿來跟納克羅斯做連動 對不對 奇亞用腳踢都能夠把納克羅斯的這個斬擊 用的這麼的 呃 呃 就是 呃 對啊 你們懂的 就是 對啊 呵呵 反正我個人是覺得官方為了賺錢啊 角色再難做他都會把它做出來 你看那個西索跟那個弗洛倫的搭配 西索拿一把劍 你能想像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倒是不用太擔心說 這個角色用起來會不會很奇怪 官方會想辦法 好不好 官方會想辦法 那現在回到遊戲這邊 好不好 對手直接所有人都包下來 我們的艾琳被收掉了 有點可惜 那這邊呢 我們的這個維拉也帶掉對手的布萊特 這邊我必須抓準時機進場 那一技能過去先挑飛對手的射手 抓掉射手之後呢 剩下就來抓對手的這個羅爾 但是羅爾的二技能真的是很麻煩 皇帝我只能夠鎖定到對手的這個誰 雅雅 所以對 我就沒撿到這個 維拉 不是維拉 靠北 沒撿到羅爾的人頭啦 就很可惜 我個人覺得納克羅斯比較算是那種順風角 就是逆風之後納克羅斯其實很難打起來 除非你一直去偷帶線 利用你的高機動性讓對手抓不到你 然後一直把兵線給帶出去 才有機會贏啊 我覺得都是這樣 我們在這邊蹲點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心臟很大顆啊 芽芽都走到我旁邊了 我不為所動 正常的人早就跳走了 但是我賭一個 被我成功賭過 說實在話 皇帝我覺得我都有那種賭徒心態 你知道嗎 就是我很喜歡去賭一些 算是賭博嗎 就是可能那種賭博心理 我覺得只要是人都會啦 但我覺得皇帝我自己本身這個賭博心理就蠻重的 那這邊呢 我們來收割對手的羅爾 有點可惜喔 這邊可以拿到還有人頭嗎 當然可以 來 輕鬆收割 現在來到201 那皇帝我個人對於納克羅斯 是有一種憧憬 我覺得只要你是小弟弟小妹妹 應該說小妹妹不會啦 小弟弟 你只要是男生 你一定有一個納克夢 你知道嗎 反正就會覺得玩納克羅斯很帥 有的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一定有 我跟你講真的 那這邊的話 凱撒路名士隱欠處理的嘛 二技能一技能 沒挑飛到沒關係 制裁加上我們的大招 逼出對方凝霜 二技能直接回一個收割 拿下我們的第三顆人頭 那這裡可以看到 對方的反應速度非常之慢 我們都要把他凱撒路給拆掉了 沒有人來收他 我只好無情拆他 反正我個人是非常期待跟咒術聯動啦 因為我覺得 咒術的如果特效能夠搬來傳輸對決 應該是非常之帥 那這邊我們一樣進到草叢 蹲一下 發現還是沒有人來收 這個塔就欠推 我們狂尻猛尻啊 尻到對手名士隱復活都看不下去了 趕過來二技能拉走來 一技能跳開 完美 帶掉兩座塔 這波根本就血賺 那這次戰鬥呢 皇帝我特別帶了一個凝霜寶珠啊 凝霜呢對皇帝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屌的裝備 我很喜歡 我們這邊進場之後 先收割掉對手布萊特 輕鬆接著來收割對手名士隱 但是我們的技能冷卻太慢了 有點可惜 不然就把這個名士隱給收掉 那這邊呢 繼續推這個塔 但是對手的錦出來 我們趕快一技能跳走 沒有被他打到 嚇死 我差點就把凝霜給交出去了 那看到我們的愛玲 跟對手的錦打在一起啊 想過來撿個人頭 有點可惜沒有撿到 但是下路的羅爾 這個就有點欠打了 在殺下路羅爾之前 皇帝我先來推衝他 看到殘血的芽芽 還想收塔 這簡直是太調皮 然後名士隱走出來 一樣收割不到我們 我們順勢下去包對手的羅爾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凝霜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二一 挑飛之後開大招 加制裁凝霜之後 接著有一個護盾 我們直接拉開 幸好對手反應很慢 我們直接完美退場 好不好 有凝霜寶珠 就是好用 不過呢 要拿一個凝霜寶珠 來換一個助攻 說實在話 我覺得是有點小虧 不過沒關係 發生的事情就不要去回想 我們只要往前看就好 那這邊本來是很想幫我的隊友 但是我的血量狀態 真的不是很好 我過去只是送頭而已 那這一場我們選擇 出一個岩斧 很多人玩納克 都會出這個野刀 紅野刀 我覺得太軟了 出個野斧 我們清兵快 我們打野怪也快 我們在打了 黏人打的時候 這個 灼燒效果也是蠻痛的 所以我比較推薦 玩野斧啦 如果你對自己的納克 操作異常的有自信 那也可以出紅色野刀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那現在的納克 基本上都會出到聖劍 出到鋼槍降冷卻 那基本上就出一個全攻擊 除非塞一個 可能仙靈或者是藍盾 如果真的想出防裝的話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頂多頂多玩個半坦路線啦 不然納克很少人在玩全坦的吧 那這個版本的明世穎 可以說是勝率非常的高 而且他這個傷害啊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痛 你看我這個血量 我跟明世穎打 我被他打到殘血 你們就能夠想像這個明世穎的傷害有多高 但是沒關係 我們是順風啦 所以我們打他很輕鬆 你們去想像 如果今天我剛剛的狀況 一樣的狀況 如果我跟明世穎是5-5開的狀態 那我可能就會死在明世穎的手上 你們懂我意思嗎 那這邊皇帝我根本就拆塔大師啦 有機會就拆 那對面羅爾頭上做個芽芽 真以為自己可以啦 我每次玩納克羅斯喔 只要是殘血 我都特別喜歡去對手的前面 繞來繞去就很爽 像這邊殘血我們就來推個他 然後對手的布萊塞出來趕快拉開 好爽喔 是不是 就超級爽的啊 現在遊戲時間來到了11分鐘 皇帝我這個時候就非常的難進場 對手會一直手下輪在做塔 那我想要進場抓人的話 如果我空挑 就會像這樣被羅爾消耗一套 而且有可能跑不掉 所以皇帝我在這個時候的納克 就顯得非常的有點無力感 所以很多納克到後期 中後期啊 就會開始帶線 開始跑線 開始帶兵線進去給對方造成壓力 而不是去參與團戰 那像這裡呢 皇帝我就是太自信了 我這邊被布萊塞打到之後 就馬上出去開戰 但是不知道對手的布萊塞 為什麼傷害也是這麼高 明明就逆風 對我這邊就被他給收割掉 我這個行為呢 叫做戰術性失誤 講難題一點直白一點 就叫做送頭 OK 正所謂君子報仇三年不完 看到布萊塞顯得格外嚴紅 這個布萊塞以為剛剛打贏我 現在能打贏啊 我們這邊可是有薇拉呢 我們直接拉開 剩下的交給薇拉 不用為了剪頭而去犧牲 我剛剛的想法是 如果薇拉也死在她手上 我再從旁邊切入 把她給收割掉 啊鳥尾一個英雄救美 薇拉就必須嫁給我 好不好 那這邊用小地圖看到明士隱殘血 想要來抓明士隱 我們這邊一技能二技能跳過去 接著明士隱直接開啟 他媽他的凝霜 看到我進場就要開凝霜 算是有給皇帝我尊重啦 好不好 我們這邊蹲點稍微蹲一下 雖然只有半血 但是只有半血的納克羅斯 才是最好玩最刺激的 但是看到對手明士隱蠻血 皇帝我實在是不敢出去 我們趕快來吃這個魔龍 這個地圖物件還是非常重要的 本來是想要上去抓這個 不是上去抓啦 是上去吃那個凱撒 但是魔龍比較近 時間又快結束了 幸好我們的艾琳反應很快 趕快趕過來跟我們一起吃 我覺得有時候玩打野的悲哀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自己吃地圖物件沒有人要鳥你 然後你幫下路上路爆掉的時候 上路會怪你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打野蠻無辜的 所以各位應該要打好自己的路 而不是崩掉 然後怪打野沒幫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把下路的兵線給帶進去 因為我發現對手都在上半步 我們把下路兵線帶進去之後 有助於我們等一下去吃這條魔神凱撒 各位要切記 如果你們是玩這種高機動的角色 你們的操作又跟皇帝我一樣勇猛的話 記得凱撒如果在上面 把下路的兵給帶進去 再趕去吃凱撒 因為對手一定要派一至兩個人去親下路兵 這個時候你們在吃凱撒 就會很勇猛 因為你是高機動性的角色嘛 你這個時候趕過去 對手趕路可能還沒有你快 他們趕到的時候 我們也差不多快吃完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玩納克羅斯這種高機動性的角色 各位 完全不要吝嗇你的技能 一二技能 如果亮起來 好不好 就麻煩多按 那這邊對手的布萊特 直接開著他的大招 衝到我們人群中間送頭 沒關係 我最喜歡這種的 不過也不算送頭啦 他算是帶掉兩個人 我們這邊切入之後呢 我們直接拉開 但是還是被對手收掉 這個我們一樣稱為戰術性失誤 完全不是送頭 那我們這波最後的會戰呢 皇帝我的這個納克羅斯 完全幾乎是沒有什麼殘餘感 我們就這樣子贏了 我們有超級小兵進去嘛 然後對手又剩下一個名士贏 說實在話 如果他們凱撒路是來個 就是可能比較硬的坦克 他這波兵可能不至於會讓他們輸 但是呢 他們就一個名士贏 是能夠擋住什麼 最後超級小兵把這個防禦塔給打爆 MVP超級小兵謝謝 OK啦 今天還是要感謝我們的隊友 帶皇帝我贏 我打完的當下一直在思考 我應該至少第二名第三名吧 結果各位 第一名是我們的林帝 十字名歸 結果看了一下我的評分 阿娘我也幹 我第四名耶 雷到靠北 哎呀 其實就是我MVP拿太多不想拿 那是你 我 你 是你的 是你 我 我 是不是 你是 這樣子 你 不是 是 天 我們 是 什麼 是 是我 在 這 是